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辰江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三只小猪 有一天三只小猪在公园里散步 如大哥突然倒下去睡觉 如小弟说,大哥你在这里睡觉会感冒多 三只小猪就跑回家 妈妈说,你们要过自己的生活 如大哥说,我们又没有盖房子的工具要怎么盖啊 如大哥就拿工具出来 如大哥就说,这些是什么啊 如珠妈妈说,这些是盖房子的工具 如大哥没有拿工具就直接走了 如小弟说,大哥你用去拿了盖房子的工具了 如大哥说,我不用那些工具我就可以盖房子 如小弟说,那你要用什么东西盖房子啊 我要用草来盖房子 如大哥就拿一些草去盖一间草屋 有一天大野狼就发现一只猪大哥 猪大哥的家被大野狼吹走了 大野狼就跑去猪肉哥的家 猪肉哥的家没有被吹跑 大野狼就直接用撞门进去 他们两个跑到猪小弟的家 而且猪小弟的家却步倒也撞不进去 大野狼想到童年窗爬进去 猪小弟等下面弄一些火炉 大野狼爬进去 大野狼爬下来 大野狼的尾巴已经被烤了 大野狼还没有发现 已经被烤了 大野狼就觉得自己的尾巴很烫 他是跳起来 谢谢大家我们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